今天是12月24日是什么日子呢 很多人可能会脱口而出平安夜 还有人知道英文Christmas Eve 昨天呢我发了一期视频 讲了一下关于西方节日的问题 很显然流量有限 那我就决定今天咱们继续聊一下吧 比如今天这个日子啊 在西方人那里说平安夜没问题 但在我们中国人这边 我希望更多人记得73年前的今天 那是我们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 长津湖的电影呢 相信很多朋友都看过 那段历史也不该被我们忘记 它是抗美援朝战争中至关重要的战役 我们的人民支援军用巨大的勇气和毅力 击败了装备精良的美军第十军 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 咱们可以想象一下啊 当年在严寒的天气中 士兵们踏雪前行 身披厚重的战袍 与敌人进行着搏斗 要知道那时候 咱们人民支援军第九兵团面对的 是拥有世界上最强大武器装备的美军 是战功显赫经验丰富的王牌部队 想想那场景啊 零下二十多度动伤较多还有强大的敌人 是怎样的意志力 怎样的牺牲精神 才让他们坚持到最后并取得胜利的 每每想到这里我都是由衷的钦佩 因为这项世界展示出了我们中国人那种团结的力量 和在关键时刻英勇奋战的精神 很多人不理解那场胜利的意义 尤其是现实意义 那我觉得呢 最大的意义就是给我们中国人带来了希望 使我们在国际舞台上获得了更多的尊重和关注 自那以后接下来的日子里 我们中国人努力奋斗越来越好了 那作为后人 我觉得我们应当铭记历史 勿望先烈 长津湖战役的胜利 不仅仅是一次军事上的胜利 更是一次民族精神的胜利 它彰显了我们中华民族不畏强暴 敢于斗争 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 在当代我们更需要传承和弘扬这种精神 让它在新的时代里 焕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辉 所以呢 我们回顾历史上的今天才显得格外的有意义 让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和平来之不易 更加珍惜如今的幸福生活 比起圣诞树 我们是不是更应该让家里的孩子和年轻人 回顾一下这段历史 向英雄们致敬 学习他们的意志品质和精神 为祖国的繁荣昌盛继续努力奋斗 学习他们的意志品质和精神